大家好,这里是小波读书 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哲学家罗素的《权力论》这本书 罗素可能很多人都比较熟悉了 他是著名的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 他的代表作《西方哲学史》 是很多哲学爱好者的必读数目 而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权力论》 同样是罗素经典的著作之一 这本书可以说是历史上对权力这个话题最深入 最经典的著作之一了 这本书也延续了罗素极具批判性和颠覆性的思想特征 比如罗素在一开篇就反驳了传统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以人的利己为基础 他认为人们对权力的追求才是经济学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动机 罗素说正统的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犯的错误 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极具现实意义 并且是近代的一些重大事件都遭到了误解 只有认识到爱好权力是社会事务中最重要的活动的起因 才能正确理解历史 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历史 这本书《权力论》哲学家罗素从哲学的角度解读了权力的底层逻辑 以及权力在人类社会和历史演变中的重要作用 这本书一共18章节,大概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分析权力产生的基础 以及为什么人们要追求权力 第二部分是分析权力的表现形式 阐述了权力的现实基础和构成 比如教权、皇权和经济权等等 第三部分是分析权力与社会环境 伦理道德以及个人的关系等等 并且探讨了对权力节制的可能途径 那今天我们聊聊第一部分的内容 权力产生的基础到底是什么 罗素首先从人和动物的区别开始谈起 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就证什么呢 是需求和欲望 动物只有需求而没有欲望 而人不一样 人在满足了需求之后 还会产生进一步的欲望 蟒蛇吃饱就会睡觉 直到食欲再起的时候才会去捕食 狮子在捕食了大型动物之后 吃饱了也会把剩下的食物分享给其他同伴 这并非是因为狮子友善 这是出于动物的本能 它们的本能就是满足需求 罗素说 动物的各种活动都是由生存和繁殖 这两个基本的需求所引起的 这一点是很少有例外的 但人不一样 人在满足了基本的需求之后 并不会因此而停止追求的架步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永远都不会得到满足 关于人性的欲望 在学家苏本华有句经典的名言 他说生命就是一团欲望 欲望得到了满足就会无聊 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痛苦 人生就像钟摆一样 在无聊和痛苦之间左右摇摆 那人性的欲望是怎么来的呢 为什么其他动物没有发展出对欲望的渴求呢 苏本华的回答是意志 自由的意志让我们永远无法满足它 而罗素的回答是想象力 动物在满足了基本的需求之后 就会得到满足 而只有人类还喜欢进一步的扩展 这是因为人类拥有无尽的想象力 而其他动物并没有 想象是驱动我们在基本的需求 得到满足之后 再进一步奋斗的一种力量 想象的力量是无穷的 我们努力工作是想象有一天 财富自由 享受无忧无虑的生活的样子 我们让孩子努力学习 是我们想象有一天 孩子能出人头地 幸福的生活的样子 无尽的想象力让我们可以幻想 虽然现在还没有 但未来某一天可以获得的东西 甚至还可以幻想获得之后的满足感 罗素说 想象力才是人类欲望的边界 如果可能的话 人人都想成为上帝 无尽的欲望来自丰富的想象力 而在无尽的欲望里面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权力欲 一种是荣誉欲 而荣誉的获得 主要是通过权力来实现的 所以罗素认为对权力的追求 是人最核心的欲望之一 自亚当斯密的国父论以来 包括经济学家在里的社会科学 是以人的利己为基础的动机的 但罗素否认了这种假设 罗素说 当追求商品的欲望 离开了权力和荣誉 这两种欲望的时候 这种欲望就是非常有限的了 所以人真正的欲望 并非来自对物质的享受的偏好 而是对权力和荣誉的追求 当适度的物质生活 得到了保障之后 个人和社会所追求的就是权力 而不是财富 或者说很多人把追求财富 当成了追求权力的一种手段 因为当财富和权力 必须二选一的时候 人们可以放弃财富 去追求权力 比如有人为了获得权力 行贿受贿 买官卖官等等 那权力在人类社会中 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受20世纪自然科学 尤其是物理学 高速发展的影响 罗素认为权力 权力就像自然界中的能一样的 物理世界是靠能量转换而运行的 罗素提出了社会动力学 认为人类社会也是一样的 是权力的转换 推动了社会的运行 权力有很多形态 比如财富 武装力量 舆论势力等等 在人类社会的经济 军事和政治领域 都充斥着权力的博弈 权力就像能量一样 能量是驱动自然界运行的底层驱动力 而权力就是人类社会运行的底层驱动力 罗素认为 爱好权力是人类最强烈的动机之一 甚至是推动人类前进的主要动力 罗素说 对权力的爱好不太强烈的人 是不可能对人类社会的眼镜 产生多大的影响的 权力虽然重要 但权力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天生爱安逸 爱享受 对权力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但按照对权力占有的划分 比较典型的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领袖 一类是追随者 这两类人身上表现出对权力的两种形态 第一种领袖是比较好理解的 他们天生对权力欲望比较强烈 喜欢发号施令 而第二种就比较隐晦了 罗素认为 有些人天生比较怯弱 他们对权力的爱好 伪装成了对领袖的服从 通过对领袖的服从 他们可以将自己的权力欲以延伸 想象自己像领袖一样 拥有权力的样子 比如在今天 有很多粉丝对偶像的疯狂崇拜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权力的转移 或者说延伸的例子 好了 今天我们介绍了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内容 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在于 人有无尽的欲望 而欲望的来源是人类无尽的想象力 而欲望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权力欲 一种是荣誉欲 而荣誉的主要获得方式就是权力 所以罗素认为 对权力的追求 是人最核心的欲望之一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请关注小波读书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大家好 这里是小波读书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 哲学家罗素的权力论这本书 前面我们分享了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内容 罗素认为 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 动物只满足自己的需求 而人却有无尽的欲望 欲望的来源是人有无尽的想象力 而想象力才是人类欲望的边界 欲望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权力欲 一种是荣誉欲 但荣誉的主要获得方式就是权力 所以罗素说 对权力的追求是人最核心的欲望之一 那接下来今天的内容 我们来聊一聊权力的各种形态 在分析各种权力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权力的来源 权力是如何而来的呢 为什么会有权力 这种看不见又摸不着 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东西呢 罗素认为权力来自于一种信条 或者说一种集体的信念 这种信念可能是根据于人心的本能 或者是外在富裕的 但实际上它就是一种信条 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信念 对于一个社会和国家来说 它就是一种信条 我们选择共同相信什么 那么它就形成了我们的权力 法律是一种信条 文化是一种信条 道德也是一种信条 我们换个角度理解 其实信条也就是一种共同的想象 说到底 人类都只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 在尤瓦尔赫拉利的经典著作 《人类简死》这本书里面 尤瓦尔赫拉利就提出了这个概念 他说是什么因素 使人类在过去240万年的时间里 像虫子一样生活 但最近10万年却摇身一变 成为了地球的主宰列 说到底就是想象力的作用 尤瓦尔赫拉利把人类的共同想象的能力 作为人类社会可以建立的主要原因 群体的想象能力才是人类腾飞的起点 而在权力方面其实也是类似的 所以罗素说权力实际上是一种信条 只是这种信条形成是非常复杂多变的 在第二部分内容 罗素分析了权力的很多形态 比如宗教的权力 国王的权力 军事权力 经济权力 支配舆论的权力等等 关于教权和王权 罗素结合了很多欧洲历史来谈的 这里就不展开了 而关于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 他们总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 罗素认为 军事权力更准确的说 是暴力和革命的权力 他们是一种原始的权力 是来自于恐惧和个人的野心 而经济权力并非一种原始的权力 而是一种派生的权力 也就是说 它需要依附于其他一些权力 才能发挥作用 比如军事权力 在国内 经济权力是依靠法律 而在国际上 只有发生小摩擦 或者小问题的时候 才依靠法律 在发生重大争端 或者摩擦的时候 从来都不是依靠法律 而是依靠战争 或者战争威胁来解决的 或者说是依靠军事权力 这一点在中美的贸易摩擦这几年 大家应该感受是比较深刻的 在国际经济贸易问题上 小问题是可以讲理的 大问题从来都不是讲理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特朗普并不是西方政坛的一个异类 而是他们一以贯之的手段 西方世界崇尚武力 或者说实力 尤其是军事实力 这一点是无容置疑的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 一直非常敬畏俄罗斯的原因 罗素认为 一切社会事务中 舆论是最终的权力 这和我们常识 是并不一致的 为什么舆论的权力 才是最终的权力呢 但其实这并不奇怪 只要控制了一个人的思想 就等于控制了一个人 而要掌控一个人的思想 或者说一群人的思想 那么支配舆论的权力 就是决定性的 罗素说 舆论是万能的 其他一切的权力形态 都是源自舆论 只有士兵相信他们 为之战斗的事业 军队才得以成立和发挥作用 只有法律得到了 普遍的尊重和认可 法律才有用武之地 如果一个国家 大部分人都不赞成资本主义 那么资本主义就行不通了 所以罗素认为 支配舆论的权力 才是一切权力的源泉 罗素认为 舆论形成权力的过程 大概是这样的 一开始 单纯的说服 引起了少数人 改变了他们的想法 也就是舆论 开始指引想一小部分人 然后用武力确保 社会上的其他人 都接触到正确的宣传 最后 绝大部分人 就有了真诚的信仰 然后 就不太需要武力来保障了 其实从这个思想 我们也可以看出 西方政治里面典型的 胡萝卜加大棒的 治国理念 西方世界普遍相信武力治国 武力是权力的保障 这其实也体现了 东西方治国理念上的差异 这种差异体现在 我们古代思想家 孟子和管仲 所提出的 王道和霸道的差别 比如管仲在 《管子兵法》 这篇里面 就把圣王分为四个等级 分别是 皇 帝 王 霸 管仲说 名医者皇 查道者帝 通德者王 谋得兵胜者霸 意思是说 能领悟万物本质的人 可以成就皇业 能明察自私之道的人 可以成就帝业 懂得施行德政的人 可以成就王业 懂得谋略之道 能获得战争胜利的人 可以成就霸业 管仲说 战争虽然不是什么高尚的事 但可以让人成就霸业 简单来说 东西方治理的方式 差异在于王道和霸道的差别 这是理念上的差异 其实最根本的还是文化上的差异 好了 今天我们分享了罗素 关于权力的各种形态 归根结底 权力的表现 虽然多种多样 但是它都基于某种信条 这种信条 或者是基于人性内在的本能 比如恐惧 欲望 或者是基于外在的某些因素 比如经济权力 或者军事权力等等 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 国与国之间的权力的博弈 很多时候表面上是经济和军事的博弈 但本质上是文化的博弈 或者说是支配舆论权力的博弈 因为权力的本质上是一种信条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 全球的话语权都掌握在西方人手里 而近些年 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 尤其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 话语权也在加强 文化影响的软实力是不容忽视的 甚至可以说是最终决定性的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始终征服不了中东的国家 宗教文化在中东根深蒂固了 支配舆论的权力始终掌握在他们手里面 所以其实文化的力量 或者说支配舆论的权力 才是最本质的 军事和经济说到底只是必要的手段而已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请关注小波读书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大家好 这里是小波读书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 哲学家罗素的权力论这本书 那今天我们来聊聊权力和道德 首先 道德的起源其实比国家和法律还要早一些 一开始的道德观念是源自一些社会的部落的习俗 这些习俗逐渐形成了一定的道德原则 比如禁止乱伦 存老爱幼等等 在原始社会里面 道德充当了法律的作用 道德分为两种 一种是类似于法律的社会规定 也可以理解为公共的道德 罗素称之为积极的道德 一种是关于个人良心的 也可以理解为个人的道德 关于积极道德和权力的关系 罗素认为积极道德或者说公共道德 作为一种社会规范 它是袒护现有权力的 或者说公共道德的目的之一 就是使现有的社会制度顺利运转 比如教人服从 就是权力影响道德的一个例子 在古代 子女对父母的服从 妻子对丈夫的服从 仆人对主人的服从 都被认为是道德规范 在古希腊 奴隶制被认为是合理的 也是道德的 那为什么会存在这种道德规范呢 古代的女性的地位 长期低于男性的地位 在过去基督教里面 和有夫之妇通奸是不道德的 因为这触犯了她的丈夫 但女奴隶和女俘虏 却是他们主人合法的财产 跟他们发生关系 是不受道德谴责的 在过去 男性在道德上 被赋予了更高的地位和权力 这其实也可以理解为 道德对强者的袒护 男女的道德之所以产生差异 其根源在于男人 在一开始就有更大的力量 而这样的力量 在一开始只是表现在体力方面 而在这个基础之上 后来逐渐发展到经济 政治宗教领域 前面我们讲了权利域的冲动 有两种形态 或者说将人分成了两类 一类是领袖 一类是追随者 而一开始道德的作用 就是维护这种权力者的权威 这是权力和公共道德的第一种关系 简单来说 道德是为权力服务的 是先确立了权力 然后用道德去维护权力 这可能和我们大多数人的常识 是不一样的 道德在古代没有法律的时候 其实是一种类似于法律的社会规范 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 这是道德作为公共价值的一部分 但其实也有比较特殊的 在西方的宗教里面 教会之所以有权力 正是因为他们拥有了道德权威 在基督教国家里面 是否服从上帝的旨意 是德行的一种表现 而懂得上帝旨意的 一开始只有传教士 所以理所当然的 教会就掌握了道德权威 只要这种权威一旦被承认 它的力量或者说权力就会很大 在基督教里面 对教会的反抗 被认为是比其他任何反抗 都更为邪恶的 简单来说 在西方的宗教里面 是先确立了道德权威 然后再赋予了一部分人权利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个人道德 大部分人的道德感 实际上是受公共道德所影响的 一个人厌恶什么 喜欢什么 认为什么是道德的 认为什么是不道德的 这其实并不仅仅代表个人 而代表了一个群体 一个种族 或者说一个阶层 比如打工人认为 996是不道德的 而作为老板 可能就认为996是一种福报 在个人道德的领域 罗素奉行的是相对主义的道德观 总体而言 个人道德是比较独特的 那如何判断一个人的行为 是否符合道德呢 是否有相对客观的 道德评判的标准呢 以边境为代表的 功利主义的道德观认为 好的行为 就是带来了最多幸福 和最少痛苦的行为 边境提出了最大幸福原则 也就是能最大限度的 带来幸福的行为 就是道德的行为 功利主义显然是以结果 来评定道德的 而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道德观 则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好的 更多的是从出发点来看的 并不是以结果来看的 道德的行为本身就是道德的 而不管是否产生了好的结果 那同时 康德也把道德和理性等同起来 道德的行为 首先是服从理性的行为 但罗素认为 不管是功利主义 还是义务论 在道德判断这件事情上 是没有事实的 也就是并没有客观评价的标准 但是在个人道德观上 罗素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说在人类历史上 不乏很多伟大的圣贤 他们的德行是被人广泛推崇的 比如孔子 老子 古希腊的哲学家 西伯来的先知 以及印度的佛陀等等 罗素认为 哲学伦理家们 并不比别人懂得更多 而是他们比别人愿望的更多 或者说更广 这个怎么理解呢 罗素认为 大部分人只愿望自己幸福 相当多的人愿望儿女幸福 不少人愿望国家幸福 也有一些人 真诚而且强烈的愿望 全人类幸福 那些被公认的道德高尚的人 他们的愿望范围更广 比如孔子 老子 释迦摩尼 还有斯多哥学派 他们都把善 看着是人人都应该平等享受的东西 他们的道德 源自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 他们尊重自己生命中的某些因素 比如贫困和疾病等等 那另外一个方面 同情心是他们为别人希望 他们自己所希望的东西 同情心是一种普及道德的一种力量 但是同情心也是有局限的 猫对老鼠没有同情心 狮子对猎物也没有同情心 纳粹对犹太人也没有同情心 所以罗素说 在同情心受到限制的地方 善的概念也受到了限制 但不管怎么样 同情心对道德是至关重要的 同情心是一个人道德感的基础 这个观点在东西方思想里面 是高度一致的 孟子说 彻隐之心人皆有之 彻隐之心人之端也 罗素认为 情感领域的普遍的同情心 就像知识领域的 普遍的好奇心一样 同情心让我们获得了道德感 而好奇心让我们获得了知识 好了 罗素的这本权力论就分享到这里 那这本书里面 罗素还谈到了很多的内容 比如权力和伦理 权力哲学 以及如何节制权力等等话题 更多的内容请大家阅读原著 一定会有所收获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请关注小波读书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大家好 这里是小波读书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哲学家罗素的经典代表作 《哲学问题》这本书 罗素是20世纪著名的 分析哲学的创始人 也是一位数学家和逻辑学家 也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他的西方哲学史这本书 是很多哲学爱好者的必读数目 那同样 《哲学问题》这本书 也是广为流传 非常的经典 这本十万字左右的小书 汇集了哲学史上 最重要的哲学问题 作为哲学家的罗素 用最简单通俗 又极富逻辑性的语言 根本拆解和分析了 哲学哲学史上 最艰深的难题 比如 现实的世界 是真的存在的吗 世界是物质性的 还是精神性的 绝对的真理 是否真的存在 人类的认知 到底是如何而来的 哲学哲学问题 曾经困扰了 无数的哲学家 那接下来 我会分为几期视频 来分享这本书的精彩内容 今天的内容可能会有点抽象 请大家耐心 仔细的听 今天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问题 现象和实在 罗素首先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 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一种认知 是我们确定无疑的 不会有任何怀疑的 比如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 到底是一种表象 一种现象 还是确确实实 实在的 这里要区分两个概念 一个是现象 一个是实在 简单来说 现象 也就是我们表象 也就是事物看起来 或者感觉起来是什么 而实在 就是事物本来是什么 对于现实世界 是一种表象 还是一种实在 这个问题 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 可能你认为 当然是实在的 比如我面前有一张桌子 一个杯子 一台电脑 这些都是确定无疑的 我看得见 也摸得着 难道这还有假吗 其实还真的不一定 罗素说 哲学的作用之一 就是在看似 没有怀疑的地方 去发现问题 那首先 我们来看看 这张桌子的颜色 如果说桌子 是一个实在的话 那它应该有一些 固定的东西 比如固定的颜色 但是我们从 不同的角度上去看 颜色是肯定不一样的 迎着光去看 会亮一些 那背着光去看 这个桌子会暗一些 那同样 不同的时间去看 这个桌子 也会呈现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人看 也有不同的颜色 即便是同一个人 戴着眼镜看 和肉眼看 也有不同的颜色 你可能说 这只是外部的环境 或者说观察者的变化 而导致的 我们所说的桌子的颜色 是在通常的阳光下 对于一个 站到普通的观点上的 正常观察者 看到的那种颜色 但是其实 我们也可以反问 我们在任何条件下 观察到的颜色 也都是真实的 这是不容质疑 也不容否认的 所以 为了避免偏好 我们就不得不否认 桌子本身 具有任何本质的 或者固定的颜色 那其次 我们再来看看 这张桌子的质地 一个人用右眼看 桌子是光滑的 但是你仔细看 或者说用显微镜看 却又是粗糙的 那光滑的和粗糙的 这两个质地 哪一个才是桌子的 本来的固定的质地的呢 你可能说 当然是显微镜下 才是真实的 但是我们更进一步 用更高倍数的显微镜 看到的会更加的粗糙 那到底是 10倍的显微镜下 还是100倍的显微镜下 看到的质地 才是真实的呢 显然 我们无法得出一个确定的答案 因为我们可以说 任何感觉到 或者看到的质地 都是真实的 也都不是最真实的 所以我们也只能承认 桌子并没有特定的质地 最后 其实让桌子的形状 大小 触觉 气味等等 一切的性质 我们都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 加以怀疑 桌子的大小形状 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人 不同的时间看 都是不一样的 那从而来桌子 触觉感觉 对于每个人 或者说同一个人 在不同的时间感受 也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会问 桌子到底有没有 任何一个固定的本质 或者说 是一个确定的实在吗 从上面的论证 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来 如果桌子是一个 实在的存在的话 那也并不就是 我们凭视觉 触觉 听觉和嗅觉 所直接经验到的 那张桌子 我们现在可以得出 这样的一个结论 但是在我们直觉上 确实有一张桌子是存在的 所以这里产生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到底有没有一个实在的桌子存在呢 第二个是 如果有 它可能是什么样子的课题呢 让我们来进一步拆解 我们认识这张桌子 是通过一些感觉材料来认识的 比如桌子有形状 有大小 有颜色 气味 硬度和粗细等等 我们暂且把这些材料 称之为感觉材料 我们把直接感觉到的这些东西 称之为感觉 这里要仔细理解一下 我们是通过感觉材料 来获得对事物的一种感觉的 比如我们看到一种颜色 我们有一种对颜色的感觉 但颜色本身只是一种感觉材料 而不是一种感觉 颜色是我们觉察到的东西 但是觉察到本身才是感觉 换句话说 颜色就是一种概念或者观念 有很多不同的颜色的观念 绿色 红色 浅绿色 或者浅黄色等等 但是只有当我们看到桌子的时候 才会产生觉察对颜色的感觉 也可以理解为 颜色这种感觉材料 对我们的思维有一种作用 我们称之为感觉 感觉是一种体验 而颜色是一种感觉 或者说只是感觉的材料而已 简单来说 感觉材料 是我们感觉和认识客观思维的 一个中间媒介 所以理解的这层关系 让我们再更进一步 我们要认识这张桌子 那就必须凭借很多的感觉材料 比如颜色 质地 气味 形状大小等等 我们把这些感觉材料 和桌子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然后产生了 对这张桌子的整体的 完整的感觉 那这种感觉就呈现在我们大脑里面 我们就会认为 我们看到了 或者感觉到了一张桌子的存在 但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并没有直接感觉到桌子 而是通过了感觉材料 去间接感觉到的这张桌子 或者间接感觉到了一个外在的客体 其实我们也可以更进一步说 我们并不是确定这张桌子是实在的 因为我们只是感觉到了一些感觉材料 然后我们据此推测 这里有一张桌子 换句话说 我们并不是确定这张桌子是实在的 这其实跟我们的直觉是非常违背的 我们明明直觉到是一张桌子的 但其实并不奇怪 笛卡尔说 你在梦里其实有很多看似真实的感觉 但实际上梦醒了之后 啥也没有 你感觉并不一定确定是真实的 比如两个人不小心头撞到了一起 然后眼冒惊心 感觉头顶上都有无数的小星星在转 但实际上头顶上的小星星也并不存在 但这里我们还是假设 我们能区分梦境和现实 我们的大脑也是正常的 那我们就能确定客观世界是真的存在的吗 其实也并不能 哲学家贝克莱对物质的存在提出了根本的挑战 他是第一个正式提出并论证我们感觉的直接客体 并不能独立于我们之外而存在的哲学家 他提出了著名的存在即是被感知的概念 那贝克莱企图证明的就是根本没有什么外在的物质这种东西存在 世界上除了心灵和观念之外 什么也没有 这个观点是非常奇怪的 很多人也会有误解 贝克莱是如何论证的呢 这里首先要搞清楚他的物质的概念 他说 首先物质是相对于心灵或者思维存在的一种东西 物质和心灵是相对立的 其次物质是一种占有空间 但不属于任何一种思维或者意识的东西 换句话说 在一种心灵或者思维之外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我们能感知到的东西 都是我们思维或者心灵的一种概念或者观念 但贝克莱也承认 当我们走出房子的时候或者闭上眼睛的时候 必定有某些东西是继续存在的 因为它是上帝心灵里面的一个概念 所以贝克莱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否认外在实在的存在 而是说任何可以被思维的东西 都是思维或者心灵的一个观念 除了观念之外 我们无法认识到思维之外的事物 那因此任何其他的事物都是不可想象的 而一切不可想象的东西都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就是他说的存在即是被感知的全部内涵 在贝克莱看来物质只是一束观念 而后来很多哲学家也秉持了这种思想 这种思想也被称为唯心主义思想 比如哲学家莱布尼斯说 表现成为事物的一切物质 其实或多或少只是心灵的聚合而已 这些哲学观点看起来很荒谬 但实际上当我们仔细审视的时候 并不会有什么逻辑的问题 莱布尼斯告诉我们 事物只是一堆灵魂 贝克莱告诉我们 事物是上帝心灵中的一个观念 而即便是严谨的科学 也可以告诉我们 事物只是数量极其庞大的 一堆激烈运动者的电荷 那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 客观实在的桌子到底存在吗 到底你面前的桌子是真实的 还是你头脑中的一种幻象呢 我们下一期视频接着聊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小波读书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大家好 这里是小波读书 今天我们继续介绍 到哲学家罗素的经典代表作 《哲学问题》这本书 前面一期视频 我们论证了现象与实在的问题 我们通常认为 现实的物理世界是实在的 桌子 杯子 山川河流和日月星辰 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但实际上 我们是只能通过颜色 形状 大小 声音 这些感觉材料 来获得对事物的感觉 或者说 我们认为事物是实在的 只是通过获得的感觉材料 来推测 外在课体是实在的 是独立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的 那今天我们再更进一步 来聊一聊自我 如果外在的事物是不存在 或者说不确认是存在的 那自我还存在吗 这显然也是一个问题 关于自我 一方面是作为物质实在的自我 一方面是作为精神 或者思维实在的自我 对这两个自我 哲学家迪卡尔和大卫休默 都提出过质疑 关于自我的物质性存在 西方近代哲学之父迪卡尔 早在17世纪就提出了质疑 迪卡尔采用了普遍怀疑的方法 把那些无法确认为真的事物 都先予以否定 比如外在的事物 甚至我们自己 在做梦的时候 我们能看到很多事物 但它们其实并不存在的 所以这些都需要被排除在外 而怀疑到最后 迪卡尔只能确认 那个正在思维的东西 是确定存在的 因为你不能说 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东西 正在思维 因此有了思维 是一个必定的存在的概念 所以迪卡尔提出了 著名的我是故我在 找到了一个无法怀疑的东西 就是思维 迪卡尔认为 思维的自我是确定存在的 但真的是这样吗 人和桌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桌子是不会生长变化的 但人可以 我们如何确定 昨天的你和今天的你 是同一个人呢 这个问题其实曾经困扰了 很多哲学家 显然一个人的外在的自我 不足以证明是同一个人 一岁的你和六十岁的你 形体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是什么导致了 我们还认为一岁的你 和六十岁的你是同一个人呢 最合理的答案就是自我 就像我们认为桌子 有一个永恒的 固定不变的本质一样 每个人都存在一个独立的自我 我们所有的感觉 经验 知识 情感 都是依附于这个自我而存在的 就像一张桌子 有确定的颜色 形状 触觉 等等一样 但真的有这样一个自我的存在吗 怀族哲学家休默 就提出了质疑 他说 当我们直觉去体会 所谓的自我的时候 我们总会碰到 这个或者那个感觉 比如冷的 或者热的 明亮的 或者阴暗的 爱或者恨 苦或者乐等等 我们总不能抓住一个 没有感觉的 纯粹的我自己 并且除了这些感觉之外 我们什么都观察不到 所以休默得出结论说 自我就是一束知觉 自我就像一捆稻草一样 它看起来像一捆稻草 但你把它拆解之后 就发现里面全部都是稻草 并没有一个 同一的 单纯的自我的存在 作为这捆稻草的一个基础 换句话说 自我只是一种感觉的聚合 这其实和我们一开始 贝克来提出的 存在的就是被感知 是类似的 我们既无法确认 外在的客体是实在的 也无法确认 内在的自我的实在性 那这其实就非常奇怪了 明明自我和世界 都是存在的 为什么是虚幻的呢 魔术认为 在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永远都不能证明 在我们自身之外 在我们经验之外的 那些事物是存在的 世界是由我们自己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情感所组成的 其余一切都是幻象 这种假设 并没有什么逻辑上的谬误 但另外一方面 人并不是靠逻辑论证来相信 有一个独立外在的世界存在的 而是靠本能 或者说本能的信仰 我们本能的相信 我们的感觉材料 就是外在的事物本身 我们不会对此产生任何的怀疑 我们前面的桌子 手里的手机 和窗外的景色 我们不会怀疑 它们的真实性 这是出于一种本能 而不是出于一种理性 不仅仅认为 世界和自我的存在 是一种本能 而且人类一切的知识 都必须建立在 本能信仰基础之上 就像休默认为 我们的知识 来自于对经验的归纳 这种归纳 来自于因果的本能 但休默同样也指出 因果关系 其实是不存在的 外在的世界 只是独立的事实 并不存在 客观的因果关系 过去几万年 人们都观察到 太阳是从东方升起的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 明天太阳 必然会从东方升起 太阳和从东方升起 这两个事实之间 并没有任何 必然的因果关系 只是人们对过去经验的 归纳和总结 但从归纳法获得的知识 只能有豁然性 而不是必然性 换句话说 因果关系 也只是一种本能的信仰 罗树认为 在我们的本能信仰里面 有些信仰 比其他的信仰 更有利 或者更重要一些 那同时 其中很多信仰 由于习惯和联想 又和其他的信仰 纠缠在一起 或许某些信仰 是非本能的 但是他们如果 不相互抵触的话 他们就可以构成一个 和谐的体系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 知识体系 而这一切 就源自于一种 本能的信仰 这种本能的信仰 让我们依然认为 这个世界 是真实存在的 眼前的一切 都是真实的 太阳 依然明天会从东方升起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请关注小胞读书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大家好 这是小胞读书 今天我们继续介绍 哲学家罗树的 经典代表作 《哲学问题》这本书 在西方哲学里面 有很多的二元对立思想 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 就是两种典型的 二元对立的思想 这是关于 本体论上的 两种对立的思想 简单来说 唯物主义认为 世界的本质是物质 物质是第一性的 而精神是第二性的 是先有物质 然后有精神 或者说思维和意识等等 西方唯物主义 代表的哲学家 也有很多 比如赫拉克利特 培根 诺克 和最近我们正在介绍的 马克思等等 而相反 唯心主义者认为 世界的本源是精神 或者说心灵 或者说思维 精神是第一性的 一切的存在 一切我们所知道的存在 从根本上说 都是精神的 唯心主义哲学家 和典型的思想 比如柏拉图的理念论 笛卡尔的我 思过在 贝克莱的 存在即是被感知 以及黑格尔的 绝对精神等等 按照直觉来说 世界当然是物质的 精神是物质的产物 就像意识 是大脑的产物一样 但为什么 唯心主义哲学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 也得到了很多 广泛的支持 和认可呢 其实问题 并没有我们直观看上去 或者想起来那么简单 前面的内容 我们介绍了 贝克莱的部分思想 贝克莱提出了 存在即是被感知 他认为 我们通过感觉材料的 中间媒介 去感知了 外在客体的客观存在 或者说 感觉材料 是我们知觉 所能向我们 确保其存在的 唯一事实 而感觉材料 是在我们心灵之内的 所以贝克莱得出了 结论说 我们所能认识的事物 就是存在我们心灵之内的 是精神性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 唯心主义思想 贝克莱说 存在即是被感知 他并没有说 我们没有感知到的事物 就是不存在的 而是说 在我们感知之外 是没有事物存在的 因为有一个全知全能 无所不知的 可以感知一切的 上帝的存在 所以在我们没有看到窗外 或者说关上门之后 在我们感知之外的事物 依然是存在的 因为他们不是被我们感知 也会被上帝感知 但这种存在 不是一种客观的实在 而是一种 在心灵中观念的存在 或者说 一切的存在 都是存在上帝的 心灵之中的观念 从某种程度上说 贝克莱其实是在 证明上帝的存在 而且是一种 全知全能的存在 上帝能感知一切 而且贝克莱 本身也是一位大教主 维护上帝绝对的存在 是他思想不可动摇的根基 这是我们理解 贝克莱存在 其实是被感知的内涵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 贝克莱另外一个思想 这里我们从观念讲起 贝克莱说 存在即是被感知 他还说过 物是观念的集合 贝克莱把 直接被认识的任何东西 都称之为观念 我们看见的 一个特定的颜色 是一个观念 听到了一句话 也是一个观念 看到一个杯子 是一个观念的集合等等 观念在我们前面说的 感觉材料是不一样的 范围还更广一些 比如我们有一个 普遍的散乐观念 有一个美好童年的观念 那这些观念 并不是真实具体的 感觉材料 它存在于 我们的记忆 或者想象里面 所以在贝克莱的思想里面 观念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直接 来自于清晰的感觉材料 比如颜色 声音 味道 等等观念 一种是来自于 模糊的 抽象的 图像类似的观念 那进一步说 贝克莱认为 我们直接认识到的一切 都是由观念组成的 比如我们看到了 一张童年的照片 照片的颜色 形状 大小 甚至气味 这些都是感觉材料 也是一种观念 而照片 给我们带来的童年记忆 也是一种观念 这些观念 存在于我们的心灵里面 所以我们感知到的 其实就是 无数的观念 贝克莱的意思 好像是说 我们看到一张童年的照片 和我们大脑里面 想象一张童年的照片 其实是类似的 我们都是感知到了 一堆观念 在我们大脑里面存在 这里要注意的是 贝克莱并没有否认 这张照片的真实存在 我们闭上眼睛 这张照片 依然是存在的 但贝克莱说的存在 是因为上帝 在感知他的缘故 换句话说 他是存在于 上帝的观念里面的 是上帝心灵的组成部分 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他的时候 他是依然存在的 简单来说 贝克莱认为 我们一切的知觉 其实是某种程度上说 都是分享了上帝的知觉 而正是这种分享 不同的人 就看到了同一个事物 大概是差不多的 贝克莱认为 任何被认识的 都必然是一个观念 事物是观念的组合 离开了心灵 或者说观念 世界便一无所有 这种思想 再听起来 还挺有道理的 但罗书认为 这里有个关键的错误在于 贝克莱把观念 等同于观念的对象了 或者说 把观念和我们认知的对象 等同了 但这两者 显然是不一样的 被认识事物的观念 必然存在于我们的大脑里面 但是观念的对象 也就是事物本身 并不等同于观念 所以我们无法通过观念 确认事物本身 但是观念和观念对象 是不一样的 这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如果按照 贝克莱这个思想 康德的解释 是更为合理的 看到把我们通过观念 去认识的事物本身 称之为物质体 或者说自在自物 这是我们无法认识的 就像贝克莱说 我们永远只能通过 感觉材料 去认识事物一样 感觉材料 就是我们心灵的 一副有色眼镜 我们永远都不可能 摘下这副眼镜 就像我们永远也不可能 不通过感觉材料 去认识事物一样 因此我们永远也无法 认识事物的本身 这是康德的认识论思想 好了 今天我们从观念出发 来批判了 维心主义哲学家 贝克莱的 两个重要的思想 一个是存在即是被感知 一个是物 是观念的集合 当然从这个逻辑上讲 贝克莱的唯心主义思想 似乎是存在一定漏洞的 那当然 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争论 并没有就此结束 关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 大家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小包读书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爱因斯坦曾经说 阅读罗素的作品 是我一生中 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大哲学家罗素 有很多经典的作品 比如西方哲学史 但有一些非常经典的小书 比如说罗素思想小品 虽然是一本非常小的书 但内容非常的广泛 推荐大家阅读 那今天我们来聊的是 这本书里面 罗素提出的哲学的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是 让我们对那些 尚未经得起科学认识 检验的事物 保持积极的思索 罗素说 使人类感兴趣的事情有很多 但是科学知识 必定是其中一小部分 而引起人们兴趣的事情 也有很多 但目前科学所知道的 却少得可怜 不要把我们的想象力 局限在所知的范围之内 所以在假设的领域里面 扩展对世界 丰富的想象力的思维 这是哲学的 第一个重要的作用 哲学的第二个作用 是提升我们的自我认知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 未经减省的人生 是不值得过的 而且苏格拉底 一生都在致力于认识自我 罗素说 一个未经哲学熏陶的人 他的终身 都会被限制在 各种偏见之中 这些偏见 来自于普通的观念 或者说 某种习惯性的信仰 或者来自于 未经理性作用 而在大脑中 塑成的见解 在这些人看来 这个世界似乎是有限的 确定的和简单的 普通的观念 似乎是不成问题的 而其他 不常见的种种 可能被轻蔑的否定了 一切确定的知识 理论或者信息 都可能 只是一种偏见 而绝大部分人 都生活在各种偏见当中 所以一方面 哲学使我们对将来可能得知的事物 不断地进行思索和探索 另外一方面 哲学使我们保持谦逊的认识到 有很多知识 是似尸而非的 比如之前我们讲过 在古希腊 哲学家德默克利特 就提出了原子论 他说世界 是由原子构成的 这在当时来说 是无法验证的一种假设 直到几千年后 近代的物理学 才验证的这种假设 是真实确定的 比如阿里斯塔库斯 他就认为地球 是围绕太阳转的 而不是太阳围着地球转 而昼夜循环 是由于地球的自转 他是第一个 提出这样假设的人 而这个假设 几乎被埋没或者遗忘了 直到两千多年后 哥白尼时代 才重新被认识 但是如果没有 阿里斯塔库斯的推测 那么哥白尼 就很可能 绝不会有这样的看法 所以每个时代 都有一大批 敢于大胆提出 各种假说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他们敢于打破传统 不断地拓展 我们的认知边界 在一定程度上 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当然哲学家的主要职责 不是改变世界 而是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所以罗树认为 一个哲学家的基本素养 就是对所有相信的事物 保持一定的怀疑 而且还应该 不顾怀疑去采取积极的行动 哲学面对的问题 都是似是而非的 或者说是不确定的 这些问题 目前都没有唯一的答案 但哲学的价值 大半都可以在 他们的不确定性中找到 因为实际上 不确定性 才可能是这个世界的真相 学习哲学并不在于 它能提出问题 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 而在于这些问题本身 原因是 这些问题 可以扩充我们 对一切可能事物的观念 丰富我们心灵的想象力 并且降低教条式的自信 而这些都可能禁锢我们的思想 所以罗树说 哲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知识 然而它的价值 大部分却在于它的不确定性 它把人的心灵 从狭隘的偏见中解放了出来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小博的书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最近在读哲学家罗树的一本 非常经典的小书 《哲学问题》 其中有个问题启发了我 今天我们通过矛盾这个词 来聊东西方思想的差异 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吗 之前在黑格尔系列里面 我们介绍了 罗树对黑格尔哲学的一些批判 其中主要是批判 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 矛盾 罗树曾经毫不隐晦的直接说 黑格尔的哲学 几乎全部都是错的 因为黑格尔哲学的 基石或者灵魂 辩证法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 那就是矛盾是客观存在的 但罗树否认了黑格尔这种假设 他说矛盾并不等于不同 事物可以不同 但不一定是矛盾的 比如张三和李四 性格上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他们并不矛盾 也可以和谐共处 而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 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矛盾是客观存在的 这是矛盾的对立才推动了最终走向统一 但罗树认为这是一种鲜艳的假设 矛盾是虚幻的 其实在黑格尔矛盾思想的背后 还有一个更加根本的鲜艳假设 那就是对本性的假设 黑格尔认为 凡是与外在事物有联系的事物 在本性中必然包含着 与这些外在事物的某种联系 因此如果这些外在的事物不存在 他就不可能是其所事 就像一个人如果没有他所知 所爱 所恨的对象 他就不可能是其所事一样 所以一个事物的本质上 是一个明显的片段 或者说它内部存在着 不完全的矛盾 换句话说 所有的事物都无法孤立的存在 所有事物的存在 就像一个个拼图一样 他们相互嵌套 这是所有事物的本性 因为自身的不足和不完全性 而相互关联 最后构成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 而且黑格尔认为 这种本质上的不完全性 在思想上也是一样的 在思想的世界里面 如果我们分析某个观念 就会发现 如果忘记了它的不完全性 我们就会陷入矛盾 这种矛盾将这个观念 变成它的反题 为了逃避 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新的 相对完全的观念 它是原先观念和反题的综合 这个过程就是正反合 这个循环会一直下去 黑格尔最终推导出了绝对的观念 绝对观念是没有不完全性 没有对立面 也不需要进一步发展的观念 黑格尔把这种不完全性 看成事物的本性 但是罗素质疑了这种说法 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假设 罗素认为 通过思考什么东西必定存在 几乎无法鲜艳的证明什么结论 另外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里面 矛盾具有种否定性 关于这种否定性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面是这么说的 他说在意识里面 发生于自我和作为自我的对象的实体之间 的不同一性 就是他们两者的差别 就他们的差别 一般的否定性 我们可以把否定性 视为两者共同的缺陷 但它实际是两者的灵魂和推动者 正是因为这个理由 有些古代的哲学家 曾经把空虚理解为推动者 他们曾然已经知道 推动者是否定的东西 但他们还没有理解它就是自身 如果这个否定性 首先只表现为自我 对对象之间的不同一性 那它同样也是实体对自己的 一种不同一性 这里所说的意识和意识 对象的不一致性 就是一种差别 是一种缺陷 也是一种矛盾 这个矛盾是天然存在的 是所有事物的本性 黑格尔说 精神的直接的实际的存在 作为意识具有两个方面 认识和认识出于否定关系中的客观性 在黑格尔思想体系里面 把否定性和矛盾 看成是事物会不断演化发展的推动力 换句话说 黑格尔认为 事物都具有追求完全性 完美性和无缺陷的内在动力 而这种动力 正是源于自身的不完全性 罗素认为 黑格尔思想之所以看起来正确 仅仅是因为 他已经知道他是这样了 或者说 黑格尔只是做出了 某些鲜艳的假设 来证明他的结论的合理性 且不说黑格尔的思想是否合理 或者说罗素的批判 是否站得住脚 其实罗素的批判 给了我另外一个启发 那就是关于矛盾的思想 也体现了东西方思想的一个差别 黑格尔认为 矛盾是客观存在的 矛盾意味着对立 这是一种典型的 西方二元对立的思想 其实在我国道家思想里面 也有某种二元对立 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说 天下皆知美为美 是恶意 皆知善为善 是不善意 故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 长短相行 高下相亲 阴身相合 前后相随 天下的美丑善恶 都是相对的 但是这里的相对 和黑格尔的对立 是完全不一样的 道家思想的相对 仅仅意味着不同 虽然这两种不同 也会相互转换 就像老子说 凡者道之动 弱者道之用一样 但是这种相对性 并没有本质的矛盾 或者对抗的思想在里面 在西方哲学思想里面 二元对立 是一种传统 唯心和唯物 本质和现象 意识和存在 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是根本矛盾的 但是在道家思想里面 美丑善恶 只是不同 相对而已 要注意的是 相对和对立 其实有本质的差异 相对只是一种 表现上的不同 而对立是本质上的不同 而且大家思想认为 大自然里面 并没有什么对立 所谓的美丑善恶 都是人为制造的 大自然是一个 和谐统一体 美丑善恶 都是相对的 但它们并不是 本质上的不同 大自然就是一个统一体 会周而复时的运转 类似于一个 圆周运动一样 而在西方思想里面 对立是本质上 根本上的对立和对抗 这种对抗 会带来本质的改变 就像黑格尔辩证法 的正反合一样 正题和反题是对立的 最终它们会合成 一个新的正题 如此循环往复 这是一个 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这个过程 充满了对抗和否定 从罗素对黑格尔辩证法 的批判 再联想到道家思想 其实我更觉得 所谓的矛盾 其实也是虚幻的 黑格尔把矛盾 当成事物的本性 客观的存在 而罗素在 《哲学问题》这本书里面说 现代思想的整个倾向 越来越认为 所谓的矛盾是虚幻的 并不是本质的 就像大自然万千物种 它们虽然不同 但本质上并没有矛盾 而相反 它们就是一个和谐统一体 我觉得这其实也体现了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在西方思想里面 比如黑格尔这里 矛盾是本性 意味着对立甚至对抗 而在道家思想里面 矛盾只是表象 而不是本质 它们仅仅意味着不同而已 并没有对抗的意思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请关注小波读书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